皮卡车在中国为什么卖不动 有个网友的评价很有意思 他说因为中国有武林神车 所以不需要皮卡 嗯...好像也挺有道理 但其实吧 皮卡这个车型在全球范围内 都属于一超多弱的局面 咱们用数据说话 2020年 皮卡销量排名第一的美国 一共卖出了293万辆 这乍一听感觉还行 但你要知道 随后四个排名前五的国家 加起来也只卖了127万辆 也就是说啊 除了北美 其他地方对皮卡真没啥兴趣 那很多小开就不理解了 这两极分化为啥这么严重 其实很简单 因为大家的需求不一样 举个例子啊 漂亮国有65%的人口 居住在小城市和小乡镇 在经济条件能负担的情况下 皮卡作为使用车型 用来搬货和运输正好合适 但是这个事儿吧 放在其他国家那就不一定了 首先还是住的问题 跟美国的独立住宅不同 咱们绝大多数必须都是高层住宅 说白了 人口更加密切 你皮卡整那么大个车洞 停车都是问题 更何况啊 这里面还有消费习惯的事 咱们东方人买东西 讲究吃多少买多少 当然买年货除外 但漂亮国不一样 他们很多是仓储式烧式 一箱一箱的班跟进货一样 你这普通的SUV还真的装不下 其次上路也是个问题 咱们的汽车管理标准中 是没有皮卡这个选项的 只有多用途货车 而货车就属于商用车辆 免离一些道路线型 报备年限等问题 但有的小开会说了 你讲的是城市 农村你咋不说呢 因为在农村市场 皮卡就更难受了 论运力 我整个小货车 指定比你能装 论价格 武林大面包 笑笑不说话 论舒适 我上个国产SUV 它不香吗 所以你会发现 皮卡的两全奇美 仅存在于北美 放在其他地方都属于鸡类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